廣東全省已經連續10日沒有本地個案 當局相信這輪疫情已經受控 由廣州體育館臨時改建的 聶英號氣膜實驗室 就在6月30日起暫停運作 負責這個項目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認為 氣膜實驗室的篩查速度 超過了病毒傳播的速度 讓廣州的發病人數降到最低 在一個月的檢測工作當中 實驗室累計完成核酸檢測近150萬磚 超過1,200萬人次的篩查 高峰佔全市超過四成檢測量 截至星期五 廣州和佛山全部地區都是低風險 現時全國沒有高風險地區 中風險地區有三個 深圳一個、東莞兩國